叶公好龙 古时候有个人叫叶公 他特别喜欢龙 他家屋子里面和屋子外面都刻着龙 房间里贴的画也是龙 就连家里用的东西上也画着大大小小的龙 有人到叶公家来玩 看到这么多龙就问叶公 叶公,你家怎么到处画的都是龙啊? 你很喜欢龙吗? 叶公很得意地说 对呀,龙多好,我最喜欢龙了 天上有一条真龙 他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 心想 我为什么不去见见这个叫叶公的人呢? 他一定会好好的招待我 于是有一天,真龙真的从天上飞下来 到了叶公家门口,从窗外把头伸进叶公家里 叶公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 叶公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 叶公一边叫一边打开后门 拔腿就跑,逃得远远的,再也不敢回家了 诶,这叶公不是说喜欢龙吗? 怎么见了我这条真龙就跑掉了呢? 看来他只是嘴上说说罢了 真龙很扫兴地飞走了 叶公好龙这个成语 常常用来比喻口头上说爱好的什么东西 可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